从1931年的918事变起 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无恶不作 肆意屠戮中国百姓掠夺中国财富 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与屈辱 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忘怀的痛苦回忆 哪怕时隔多年后 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提起抗日战争时 依旧对日本侵略者咬牙切齿 至今 在中国还有不少地方 因为二战中日本人的累累罪行 而公然表示这里不欢迎日本人进入 比如说在云南的腾冲就有一处陵园 有四个日本人的跪下 为了拆除这几个日本侵略者的跪下 日本甚至曾经提出了几个亿的合作项目 但却都被腾冲人民毫不犹豫拒绝了 那么这几个雕塑是什么时候树立起来的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1942年 此时日本人虽然在正面战场上 依旧对中国军队保持着进攻姿态 但也已经是强弩之末 无理债向中国的西部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而伴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西南重庆的山地地带 加大了日军的侵略难度 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 在广大的日战区对日军的运输线进行不断的洗澡攻击 极大的打击了日军的实力 影响了日军队敌后战区的控制 此时 进退不得的日军 已经在中国战场上失去了速战速胜的可能性 为此日军决定改变战略 试图从东南亚袭击中国的西南大后方 从而实现灭亡中国的战争计划 这一招极其狠毒 因为当时中国仅剩下了四川盆地这一工业基地 而国民党剩余的力量也大都集中在了西南地区 一旦日军出现在四川 以蒋介石的表现 只怕就真的要贵了 此外 一旦日本人成功对中国的西南地区产生了威胁 那么之前在正面战场上让日本人感到头疼的广西贵军 云南滇军和四川川军也必然会大受影响 不得不后撤回远 老婆孩子要是落在了日本人的手上 那后果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啊 日本人的这一招当真是釜底抽薪 1942年初 日本先轻易地攻入缅甸 击败了当地的英军 而后开始以缅甸为跳板 向中国的云南发动进攻 同年5月 不到300名日军先锋队 只取云南重镇腾冲城 可此时的腾冲城并非没有防备 相反 恰恰防备充分 根本就不是这几百号日军能啃得下来的 作为一位九经战争的将军 龙云的应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除了他看错了自己的儿子外 按理来说 龙云对腾冲城的布置可谓不充分 要知道 滇军在中国近代可是出了名的精锐 从跟随蔡厄将军讨原护国之战 到抗日战争 滇军都是一支令人敬畏的敬虑 六千精锐驻守兼城要塞 即使碰上了具有优势的日军 应该也是可以扛一阵的了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相比于自己的老子龙云 龙省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这是永久跪在中国的四个日本人雕像 然而对此 日方敬会要求拆除 而且他们甚至还提出了几个亿的合作项目 但对此 我国却没有答应 那么这几个雕像 为什么会矗立在这里呢 面对着不到三百日本人的攻击 这位佣兵六千 坐守兼城的大少爷 竟然未发一枪 便狼狈北逃 拱手将腾冲城让给了日寇 当这个不争气的儿子逃回昆明后 龙云气得差点没一枪崩了这个混蛋 此后 龙云再也没有让这个长子接触军队 云南子弟兵命 还没见到让这种废物霍霍的地步 也正是因此 自认为父亲对自己不公的龙省武 后来便和龙云闹翻了 之后 龙云侥幸逃出蒋介石的控制 并且和卢汉宣布起义 而龙省武开始迫于行事 跟随父亲选择了起义 但私下里贼心不死的他 却一直和早已逃到了台湾的蒋介石保持联系 并在1954年策划兵变败后逃往了台湾 可老蒋是何许人也 那是彻彻底底的实用主义者啊 还记得孟良姑的张灵符吗 别看老蒋在追悼会上哭得伤心不已 可是之后的抚恤金可是一分没给 后来 淮海战役中宁死不详的黄百涛 老蒋也是感动万分 并且给了十万金元券的抚恤金 十万金元券在当时再就购买个烧饼的 对于这两位为老蒋死战到底的嫡系高级将领 蒋介石尚且是如此态度 对于杂牌出身 而且父亲还和蒋介石不对付的龙云之子 蒋介石能给好脸色吗 面对着已经没有用处的龙神武 蒋介石最后的温柔 就是把这个讨厌鬼直接送到了寺庙里 强行让他当了和尚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日本人占领腾冲后 整个云南门互动开 中国的西南后方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必须要将云南腾冲夺回来 将日本人赶出去 可是当时的国民党 哪里还有多余的兵力来反攻啊 日本人在占领了云南腾冲后 开始疯狂地继续向北方挺进 沿途所过之处 无不残破 大有占领云南之势 所幸 云南当地的军民奋起反抗 虽然由于滇军主力多在前线 并且云南相对空虚 但是在龙云 卢汉等云南实权人物的指挥下 到底还是堪堪稳住了阵线 在昆明城外挡住了日军的步伐 时间转眼来到了1944年 这时日本人在太平洋上的败局已定 而在中国战场上的形势也越发恶化 而反观国民党政府 在得到了美国的大量物质援助后 终于拥有了在局部地区发动反攻的实力 在1944年5月11日 国民党再一次组建了中国远征军 并且命令第二十级团军向日军发动反击 收复腾冲在内的云南国土 中国远征军的敌人 是日本人的第五十六师团 双方的第一战是在高离贡山之战 面对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中国远征军 日本人依靠他们所修筑的攻势 给予了中国远征军将士极大的伤亡 远征军血战九日 方才拿下高离贡山日军阵地 之后 每一部中国远征军的将士们 都是用鲜血开路 北斋攻防 马面关 借头 瓦电 将军 每一个日军占领的据点 远征军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 才能拿下 这是当年我国解放腾冲之战 所立下的四座日本人雕像 可对此 日方却要求拆除 而中国称 想要拆除 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那么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 可是 他们依旧无所畏惧 向着日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而日本侵略者 也着实凶丸 哪怕明知败局已定 也依旧不肯放弃 与远征军将士 进行了疯狂的厮杀 炮弹打光了 便是白刃相接 每一寸土地上 都是触目惊心的尸体 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残酷战斗后 当年7月 中国远征军终于到达了腾冲城下 此时 残余的日军一分为二 一步驻守来凤山 一步则死守腾冲城 哪怕在此战中 有美国出动的空军支援 可是远征军战士们的战斗 依旧惨烈异常 7月26日 解放腾冲之战正式打响 美国空军先对着来凤山上的日军攻势 进行了疯狂轰炸 而后远征军战士 开始向山上的日军堡垒发动冲锋 在连续三个昼夜不停的进攻之下 终于全剑了来凤山上的日军 同年8月2日 在经过了休整后 解放腾冲城之战打响 在经过十昼夜的战斗后 在空军的强大火力支持 和远征军舍生忘死的进攻之下 被日本人用石头包裹着的腾冲城墙 终于被打开了缺口 在远征军到来之前 丧心病狂的日本人 已经将腾冲变成了一片不折不扣的焦土 除了有军事价值的建筑外 其余的民宅 房屋通通都被日本人拆掉 或者干脆烧毁 更令人发指的是 日本人担心城中的老百姓 会帮助远征军战士 而将城中没能逃走的百姓悉数杀死 并将不少中国人的肉做成了军粮 以备不食之需 看着被日本烧成废墟的民宅 看着在日军仓库里找到的 还保持着人状的腊肉 饶是刚刚从血火战场上 走下来的远征军将士 也是愤怒不已 腾冲之战结束后 活着的远征军战士 和躲在大山中的腾冲百姓 在废墟中将近万名远征军烈士的遗体 好生收敛后 安葬在了附近的烈士陵园之中 除了这些烈士的遗骸外 还有此战中被击毙的 六千多名日军侵略者 他们的遗体又该如何被安置呢 面对着这群畜生 别说让他们入土为安了 从大山中回来的腾冲百姓 恨不得将这些日本尸体拉出去喂狗 让他们暴尸荒野都算是便宜了 可是毕竟这六千多具尸体 如果不赶紧收拾掉 弄不好会引发瘟疫的 最终将领李更元提议 干脆在烈士陵园旁 再修一座日军的坟坝 李更元还在日军种前面 立了一块碑 上面写着窝种二字 转眼时间来到了1971年 中日两国建交后 日本人向中国政府发出申请 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帮助他们 将散落在中国各地的 日本侵略军尸体送回日本重新安葬 此外 日本人还希望中国政府 能够将地方上一些 针对日本侵略者的纪念建筑拆掉 比如说在腾冲陵园处的日军桂像给拆掉 面对日本人的要求 中国政府表示可以 但中国政府也有条件 首先是日本必须承认 在二战中的滔天罪行 其次是立刻拆掉 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第三 日本的教科书 必须正视清华的罪恶历史 结果自以为可以拿钱收买 腾冲人民的日本代表 直接就被当地人民暴打一顿后 扔了出去 直到今天 腾冲县依旧是明令禁止 接待日本人的城市 我们不能一直生活在过去的仇恨之中 但这也绝不代表 我们可以忘却仇恨 忘记历史 就等于背叛 我们没有资格 替冤死在日本侵略者刀下的烈士和同胞们原谅 而对于敌人 我们一定不能抱有任何的幻想 因为那只会再一次 让更多无辜的同胞死于非命 感谢观看